oh boy 哈喽大家好我是完美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网斯卡尔朋友后 以及耐克三方联名的这样一网真假对比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写简单回答一下上期视频朋友提出的疑惑 就有朋友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说我上期视频就是那网斯卡尔卡其社的 一网真假对比 有朋友说我是拿到两双一模一样的费 可以可进行的一个对比往期视频里面所有的 正品都是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来的 呃在今后的视频里面我也会贴上购买截图 然后包括界定记录 然后给大家看这点大家绝对放心 我所对比的所有费 都是市面所谓的存月版本 绝对不会存在 给大家拿一个低端货来进行一个对比 绝对不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的 其实有懂得小伙伴一看都知道 真正的低端货 他是做不到那个品质的 ok 那我们回过正题说一下这款鞋子 这款鞋子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购买截图以及界定记录 呃这个是我在某宝买来的 呃另外三个版本呢也是市面上的存月版本 这个是我同朋友通过朋友买来的这样一个渠道货 然后是版本一 然后这个呢是版本二版本二的话是市面上以m开头的这样一个版本 呃也是存月版本 这个版本三是市面上的这样一个 呃h开头的 其实有懂得小伙伴我一说 他们就都知道这是什么货 呃接下来我们非要不得说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版本三吧 这个h开头的版本三 然后跟正品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ok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版本三 版本三市面上知名的存月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有非常明显的非常致命的错误 先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呃 首先我们从正前方来看的话这个正品 然后正前方他这个大底有一个上扬的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通过正前方是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吧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的 而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三 通过正前方 他这个上扬的角度是明显不够的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对吧 ok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在侧面 侧面也有非常明显的问题 呃我们看一下呃侧面的话 这个白色皮质的双勾子 正品的颜色明显偏白更加亮一些 而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三 这个版本三的颜色要发黄一些 跟正品比起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吧 ok 那是第二点非常明显的差别 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呃 这个中底白色泡棉大底的部分 呃有一个sky的这样一个标注 他这个质体是要比正品 偏细一些的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呃 那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侧 这双鞋子的话是一个深蓝配色 同期的话还发售有一双灰色呃 这双鞋子在内侧同样有这样一个英文的标注 腾越号的这样一个英文标注 包括在很多腾越号联名款的鞋子上面都有用到这样一个设计 呃我们要说的话是这双深蓝色有一个三位数字的颜色标号 就是827代表了这双深蓝色的这样一个颜色 而我们看到这双版本3 它采用的是233的这样一个数字标注 只有灰色才会用到233的这样一个数字三位数字标注 而深蓝色都采用的是827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版本1的对吧 这个版本2的都会827 而这个版本3出现了4点非常致命的错误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我们把这款版本3拿开 ok 接下来摆在野鞋的版本1和版本2的话相比较版本3来说还原度高的许多 呃接下来我们来细细的看一下 呃首先我们现在从鞋跟皮道来看鞋跟皮道的话这个证明采用的是这样一个反用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吧这个这样反用皮的这样一个材质和两个鞋子的这个材质都没有问题 这个版本2采用的是这样一个长毛的反用皮 通过后跟可以看到这个长毛的反用皮 而这款正品它在这个鸡皮的采用上面是有长用皮和短用皮量用情况存在的 大家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呃鞋舌双鞋子部分双鞋的部分上期视频在斯卡一卡吉色上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一双斯卡一3.0卡吉色 它这个橙色钩子是有压住字母翼的 而这双鞋子是恰恰相反的是字母翼压住了橙色的钩子 大家可以看到吧 呃我们看一下这两双版本1的 版本2的这个都没有没写的问题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侧面侧面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中底泡面部分的这样一个字母标注字母标注的整个粗细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证明和版本1 这个粗细程度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 版本2 两双费格在这这一块的字母粗细程度跟证明是完全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去勾子使用去勾子也是没有明显的皮价 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2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本2的这个双勾子 他这个整个勾子的轮廓 同样码数整个勾子的轮廓是要比正品和版本一大一缺的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对吧 那这是从侧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跟部分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跟部分 后跟部分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正品的后跟 这个后跟非常的饱满立体 然后白色皮料上面的质体清晰有形 这个是正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版本一的这个版本一的这个后跟形状跟正品如出一辙 我们再来看这个版本二的这个版本二的是之前我有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采用的是这样一个长用皮 这个长用皮在正品上面也会有存在的 这个正品有短用的有长用的 这个不是绝对的 我们要看的还是后跟的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也没有任何问题 ok 那这是从后跟方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底 正品的这个中底同样采用的这样一个硬质版的这样一个设计 跟之前的Sky 1.0是没有区别的 然后中底会有这样一个刚硬 刚硬的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月份日期年份 包括后面的这样一个产品批次 我们看到02就是2月22号21年18的话就是批次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较之前Sky 1.0来说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他这个腾越号列明的这个中底有了一个注胶孔 大家可以看到吧 这个刚硬旁边有一个注胶孔 之前以往的Sky 1.0是没有注胶孔的 这个是区别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一的 这个版本一的这样 同样有这样一个注胶孔 然后02 09211N就是2月9号21年1N就是批式的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版本二 这个版本二同样有这样一个 P标注包括注注胶孔刚硬都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版本三 这个版本三这个中底部分做的也是非常的差价容易 这个版本三的这个中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硬是有的但是他没有注胶孔 这个是刚之前Sky 1.0的那个普通配色是一样的 它是没有注胶孔的 而这个腾越号是有加上注胶孔的 ok 那综合以上视频的话 版本一和版本二我个人认为跟正品的环境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版本二整个鞋型细节做的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唯一一点不足的就是它这个相同码数项 它这个钩子 swoge 钩子的皮料尺寸要比正品大了一些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区别 另外就是这个版本一 这个版本一的整个鞋型细节用料 才别的这个大小尺寸方面跟正品环境度是极高的 那以上的话就是这三双市售存月版本跟正品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 有环境度比较高的也有环境度比较低的 然后包括有一些液甲的细节 有喜欢这款鞋子或者买到这款鞋子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通过以上我强调的这几个点进行一个简单的辨别 除此之外呢 有一个需要吐嚣的点就是这款正品 这款正品现在的做工真的是差强人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正品这个中底的字母 这个r和c之间包括最后这个字母i 它这个字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位的这样一个现象 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瑕疵 而市售的这个存月版本 这个做工要比正品好上很多 甚至超越了正品这样的一个做工 ok 那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的球部内容 有喜欢的小伙伴不忘点不关注一切三连 下期如果想看到什么系列的增加对比 也可以通过实信或留言的方式告诉我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